阿姐,阿县,娘娘,你们姐弟说话,奴婢就不是后了,那嬷嬷说完,呼得将宫门从外闭合,接着,殿中三人透过门窗窟窿,清晰看到院中,将燕离的几个女官给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处。 这,姐弟两对望,也都明白,他们都中了贵妃的套,陛下才同我说,只要她不再作妖,便留她在宫中安详,想不到今日,脸皮撕得这样快,金氏彻底塌了,她也没了顾忌,这是要鱼死网破。 宫墙之内,一场血暗,眼看将至,宝雪在外头地上铺上一层石,金氏贵妃终于亮相。 贵妃娘娘,我有一事不解,不知娘娘可能给个明白,金贵妃让侍女扫干净张椅子,坐下来,魏公子是想问我抓你的目的吧? 呵呵,说说也无妨,我也,早就想说说,当初,我嫁入宫,也是家里逼的,临入宫前,我也是上过调,跳过河的人,只不过,最终都没死成,还是给,送了进来。 入宫这几年,皇帝对我,说好,他不过当我是个玩意,一个床地间可任意遭见的玩意,要说不好吧,可我所得,却是宠冠六宫,无人能及的富贵,为了家族,为了这眼前的富贵,我,忍下。 可是,你,江雁离,你算个什么东西?论家事,论容貌,你哪一处能跟我比?不就因为,因为你是个女人,是个能给皇帝生下敌长子的罢了? 呵呵,再加着,我家那爹和兄弟,也不争气,才会让我输给你。 哼,我本就不是心甘情愿入宫,那些富贵,不过是对我所施的补偿,可你,你连这些都要抢,就别挂我容不下。 江雁离和魏英看着贵妃,姐弟俩同样的面无表情,他们也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对待。 这番话,这品行,打从根起,这位就没有常人的道理标准。 即便绝话不占理,可瞧着眼前极端形势,又何必再同他争呢? 非同类人,能变出什么? 陈寅会儿,江雁离道,你恨我,要报复我,可又何必牵扯魏英? 他非公中人,更不可能做过害你事。 他,不知为何,金贵妃盯着魏英,将像是与她仇怨更重于皇后。 我当初为何百般拒绝入宫,乃是因我心中有人。 那人,就是战盲,夺我所爱,难道不同于害我? 哎呦,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,王爷什么时候爱过你? 魏英止住鸭蛋吐槽,这个时候,他不想太过激怒贵妃。 不过到底晚了,今世作得出此举已然风魔,鸭蛋话更是给他这炮仗添了把火。 盯着魏英和江雁离拉紧不放的手,贵妃笑得诡异。 好一幕姐弟情深,呵呵,魏公子,不如,我先让你看着皇后娘娘怎么个死法,然后再。 滚开,谁也不许碰我阿姐。 魏英挺身站在江雁离寝。 迎面而来的,并非宫中人,而是几个忽然从房子不知哪个角落闪出来的黑衣人。 钢刀的寒光闪烁,这些都是我家豢阳死士,弄死你们,对他们而已。 如杀鸡取卵,难怪江湛王迷的人士不行,果然是个美人。 其中一个黑衣人开口,不好的欲敢闪过脑中。 江雁离深吸口气,镇定了声音道,我乃大印皇后,腹中是未来皇子。 你们都是大印臣民,以下犯上,是何等罪名,心中须得掂量。 我姐弟,我作为皇后可对你们承诺,比给你登定为救驾功臣,而非从乱反贼。 此言出后,明显,几个黑衣人犹豫了。 贵妃也不由不佩服江氏女临危气度。 但佩服鬼佩服,该干没王法的事,还是要继续。 谢三,我抚养你们多年,从来也不曾亏待,你们也是发过毒事誓死效忠。 刀上光在魏英脸上一闪,激起贵妃一个念头。 不如这样,今儿反正是要干大事的。 为是这样美人,你们就是在勾兰瓦舍一辈子,也见不到半章。 哼,人在这里,我让你们先吃个饱,然后再动手。 以那个说轻薄话的谢三为首,这帮本就没有道德王法在心的家伙,瞬间给贵妃劝说忠义。 几个人收了刀,目标一致,向贵妃而来。 不许碰我家大王,不要胡来,不许欺辱我弟弟。 看着眼前一张蟑螂似的脸,魏英真的怕了。 她想叫蓝湛,可脑中闪过,是床上的人脸。 等等,我,可以答应你们,但是,先送我阿姐和我的小侍女出去。 此刻,魏英只想为阿姐和鸭蛋,再不最后一丝生机。 哼,怎么可能,你别。 娘娘,咱们会帮你行事,不过,小美人话也有道理。 这里许多人,咱们虽不怕看,可一会惹得哭哭啼啼吵吵闹闹,终究麻烦不是,嘿嘿。 片刻,店门打开,贵妃先走出来。 鸭蛋和江燕离被推散。 这时,贵妃忽然察觉不对,院中不该如此安静。 人呐,都跑哪儿去了? 回娘娘,都在。 阴影中,李公公走出来,火把瞬间燃起,院中四面原本的阴影里,都是唐血的尸首。 紧跟着,贵妃身后殿中痛呼连连。 几个黑衣人尸首给抛出来,随着出来的,还有魏英和几位进军打扮的军人。 娘娘小心,李公公接着江燕离,布下台阶。 圣旨随后宣读,金氏贵妃,斩立决。 一场闹剧,最终在皇帝的布局中,落下帷幕。 印良两国,同日遭变。 大印死了群乱党和贵妃。 梁国太后摄政王断袍破脸。 夜里,江燕离回到寝殿,自有母亲皇帝轮番安慰。 魏英和鸭旦则回了战王府。 宫内消息锁着,还没传出来。 所以府中也没人知道他们经历。 俩人在归巢阁彼此喝了两壶酒,算给自己押金。 之后,烛火熄灭,各找各的被窝。 鸭旦心眼粗些,抱着大黄说了没两句酒话,就迷糊着了。 魏英灌场搂着蓝湛胳膊,把脸卡在他壁窝里,低声说着宫中经历,然后咯咯笑。 可笑着笑着,忽然眼睛就湿了。 蓝湛,我真的有些怕了。 我怕死,怕你还没醒,我就先死掉。 蓝湛,你早些醒,好不好。 西有北山北,今有我魏英。 那梁花树下,陪着个木头。 大王,王爷不是木头,他指头冻了。 端了酒杯,顺着小侍女的话垂眼。 正正好看到坐在木椅上蓝湛缓缓回落的小指。 这一幕,好似日常,魏英并没多少惊喜,也不觉惊奇。 怎样,不愿听。 那你睁眼瞪我呀。 酒气扑在蓝湛脸上,唇上还没干透的酒珠,贴着蓝湛的嘴,啄了下。 鸭蛋睁眼看,眼部红心不跳。 照顾蓝湛有了年头,魏英当了他面这样堂而皇之轻薄蓝湛,也不是第一次。 小侍女看着自己主子吃王爷豆腐,也习以为常。 呼隆隆,天上惊雷。 闪电霹雳,大风起。 鸭蛋,快,回屋。 哦,风来雨不远,主仆两个抢命式地把蓝湛和桌上韭菜抢救回屋。 天佑九年,大暑日,天降大雨,滂沱三日。 雨后,天上太阳冒头,看着清爽,可地上万物还带着水的痕迹。 将蓝湛安置在廊下,即躲开潮气,也能晒到太阳。 魏英则在院中山楂树前稠除。 这是宫里那次变故后,林氏特意移植给他的。 据说是鸡鸣寺里养出的,沾了僧人烟火气,能避险。 等会你去看看那位坟头,这三日大雨,别冲坏了。 嗯,知道了。 要是有不好处,我就找人修。 对,说了两句死人事,主仆俩又继续盯着活树。 冬日礼仪过来时,枝子修剪得不太好,这几天雨水倒是给他喂饱,就是果子。 长辈,大王,你不是说红果十月收成的也有吗? 嗯,也对。 这树带着吉祥意,魏英对他难免上心。 走回廊下,搬个小凳坐在兰湛旁边,自然而然地抓了他手指按摩。 兰湛,你吃过新鲜的山楂吗? 和尚们种的树种,也不知结出果子是甜口还是酸口。 咱们院里地皮不够黑,加了肥也差些,估计是酸的。 不过,可以晒山楂片,回头咱们泡水喝。 对了,炖肉放几粒,不怕酸。 肉好了,呵呵。 就是就是,大王,上回厨娘放的山楂就是少了,都不够烂的。 不过,猪蹄有嚼头也好吃。 嗯,你出门前,去厨下看一眼。 昨儿让他们洗得大肠干净没,晚上配了尖椒抄出些,好啊好啊。 蓝湛的小指又在动,不过主仆两都不将他放在心上。 此时,这对吃货而言,猪大肠似乎更为紧要。 九月吃早的节气,闪干上贡的小丽红进了惊。 魏英被赵进宫,将燕里挺着大肚,跟他对坐了吃早。 我让人装了石笼,走时他们跟你拿回去,一半留着你自己,一半送去大学市府。 我就不下旨赐了,盛的姨娘还要入宫谢恩,来回折腾。 好啊。 阿姐想得周到,不过,母亲可愿意进宫了,她也想你。 呵呵,知道了。 女官过来将姐弟俩面前盛枣盒盒的盘子清空,吃了枣子,魏英又端着豆糕,在鹦鹉架下,边看鸟边动嘴。